是的 曼玉有弟弟啦 他是一只三个月大的西高地 我给他起名叫小白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身披黄金甲 我靠 这么浑身都是宝宝 但也抵挡不住他的可爱 带他去医院做了检查后 就赶紧回家用湿毛巾给他擦了下身体 等过段时间好好给你做个死吧 其实接小白回家前 我还挺担心的 毕竟曼玉是一个很容易吃醋的小公主 结果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曼玉对小白一见如故 他很喜欢小白 整天在家追着小白跑 就连小白睡觉也在旁边守着 小白吃他的狗粮 他也只是看着 从不抢食 曼玉真是个好姐姐 但不得不说 二胎家庭实在是太快乐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曼玉已经完全接纳了这个小家伙 虽然狗狗不会说话 但他们对主人的忠诚 对同伴的信任 都会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行为来表达 他们翘起来的小尾巴 其实就是在说 你好 我真的很喜欢你哦